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休斯頓論壇 今天在我們現場 很久沒有到我們節目中來的 這個葉耀元 耀元兄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耀元是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國際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 那麼另外一位是我們的新朋友 汪呂忠 Denis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呂忠是 St.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的 政治學的助理教授 所以我們今天兩位 都是台灣來的 比較年輕一代的學者 非常不容易 在這邊 在大學裡頭擔任教職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好朋友 馬健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Morgan Stanley的財務顧問 資深顧問 那呂忠 聽說你昨天晚上才從台灣回來 是的 是的沒有錯 昨天才從 還在時差中 還在時差中中 但是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關於台灣的一些事情 是 而且呂忠 離我們住的華人喜歡聚集的一些地區 是非常遠的 因為他的學校是在這個郊區的Huntsville 所以他住得非常遠 也非常感謝你 不辭辛勞來到我們節目裡頭 我也感謝 感謝這個節目 那你回來有沒有受到這個 長榮的罷工的影響 這次沒有 這次 因為你做的是United 對對對 是 還好 那好 那當然今天大家最關心的事情就是 馬上在下個星期就要開始的國民黨的這個初選民調 我們在節目中一再的強調 這個用一個民調來決定一個黨的總統候選人 可以說是一個台式的民主鬧劇 我們就看到上個月剛剛過去的民進黨的初選 連這個全台灣作弊第一高手的陳水扁都說他打死都不相信的一個民調 那麼這樣子的民調國民黨來做難道就可信嗎 那今天這樣子的用一個民調 因為我曾經在前面的節目講過 民調跟實際投票最大的差別 就是民調是可以口是心非 而你投票的時候你只能夠在一張一個票櫃裡頭 把票投下去 那而且呢更荒唐的是這些候選人他並沒有經過一個真正的辯論 雖然民進黨有辦這個政見發表會 國民黨也辦了一個所謂的國政什麼願景說明會 但是呢基本上是各說各話 雖然裡頭有些人想酸一下 想要這個稍微的這個對對手來做一點批評也是非常的含蓄 結果媒體呢就必須要在這些候選人的政見當中去治理行間去挖新聞 這個跟美國的這種辯論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了美國事實上上個星期 民主黨剛剛結束了這個第一場的這個辯論 因為參選人太多二十位一次沒有辦法辦完辦了兩次 我們看到這種辯論裡頭刀刀見骨 每一個候選人都為了要搶鏡頭 把他最厲害的這個政見提出來 甚至於不惜攻擊他的黨內的同志 我想這個很重要一點就是說我們華人 基本上從小就沒有一種受到這種辯論的這種訓練 或者是這種傳統 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在念大學的時候 所謂的這種辯論設施一個課外活動 在課堂裡頭大家還是肯書本 兩位教授都是在美國擔任教職 你們應該很知道 美國學生大概不太好教 廖遠怎麼說 我當然不會說美國學生不太好教 主要就是美國學生他因為從小到大 他整個訓練模式的不同 所以美國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比較好 他也不會去害怕跟不管是教授 或者是師長去做這樣的辯論 那在台灣我們現在回去看到台灣的初選 台灣的初選的政見會 它並不是一個攻擊式的一個政見會 通常這個到最後等到各黨的總統候選人確定之後 我們才會看到這一類型的辯論會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現在在台灣 就是現在看到不管是民進黨他的政見發表會 或國民黨這個國政發表會 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是候選人自己去說一套 去講說他認為他當選或他勝選之後 他要去做什麼 可是他這樣就像是把牛肉只是丟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去抵擋真正深層的問題 所以說當你沒有一個辯論的過程 你沒有辦法去確證 例如說郭台銘說零歲到六歲的小孩子 他要負責去養他們 國家要負責養他們 錢從哪裡來 錢從哪裡來 問題在哪裡 結果這些批判變成是在發表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變成是媒體裡頭這個輿論裡頭再去做批判 現場並沒有辦法做一個真理的辯論 所以因為沒有辯論的過程 就是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那最後變成說民眾就是個買家 我今天看到電視購物上面電視上賣什麼東西 我覺得好 我就買 我覺得不好 我就不買 可是那個東西到底好不好 沒有任何實證 他連你等一下網路上買東西 你至少還可以看到Amazon下面會有個review 你可以看到使用者跟你說什麼 這個證件發表會他講出來 你聽到就是我覺得聽起來很聳 我覺得這聽起來很可行 好 我就投他 可是背後他的執行能力 他可不可行 完全不知道 所以都亂開支票了 這當然就是亂開支票 你亂開支票也不用負太大的責任 是是是 所以呂忠你怎麼看 我覺得先回歸到那個美國學生怎麼的成長過程 他們的教育方式 我覺得在辯論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在美國可以凸顯 好像候選人之間到底本身的才能 或者個人特質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美國學生從小 他們quitical thinking的訓練 告訴他們一個重點是 這些理性的思辨是不用take personal 那這個不take personal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在亞洲的文化裡面 所有對你的批判都變成是個人 所以就會記仇 會記在心裡 我是同黨的 可是你為什麼批評我 全部都take personal 結果是甚麼 結果就是大家看到的 同黨同事之間的競爭 民眾看到的你們同黨之間的競爭 大家都take personal 尤其是甚麼粉對甚麼粉 大家都變成 哇 這是一個對個人的攻擊 忘記了其實 這其實可以很理性的思辨 不管你提出甚麼樣的政策 剛剛耀員也說了 你的牛肉是好的是壞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討論 我們是不是可以辯論 到底誰的牛肉比較好 那當然回到辯論 台灣的政見 所謂的政見說明 或國政院警說明 這個制度 這個遊戲規則的設計 就是讓大家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表現出來 可是沒有讓大家呢 可以接受這個批評的一個時間跟空間 就像耀員說的 這個所有的觀眾 也就變成傻傻的 只能看到你最好的一面 只有接受 我有問題我也不能問 我也沒得問 辯論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把觀眾一般老百姓裡頭 想問的問題 經過這個辯論的過程當中 解決一些 解答一些民眾之間的疑問 確實如此 是不是 確實 馬建 你從小在那邊念書的 我相信你也很會變 沒有 我兩邊都 從小就訓練的事 在美國講的沒有錯 而且美國說實在的 對於這種師長的這種權威 他比較不重視這種權威性 當然你到大學去 去修博士對於這些教授還是非常尊重 可是小孩子從小在學校裡頭 對於老師的這種挑戰 其實是很平衡的事情 這是不代表不尊重 對 那你會去質疑 就像這個呂中說的 不選擇 你有質疑的質疑 我是兩邊我都能了解 因為我們從小傳統 還是傳統教育 你也是 其實我們因為教育 我們是我們的師長 如果說你在台灣或中國或香港長大 那個年代 這個所謂的四十五經 儒家思想 沒有 我們以前不太敢罵老師 以前那個三重式的 不要說罵老師 就是我們不敢對老師所提出來的 這些問題去做挑戰 但是你知道你正反面 你可以講這是好事 中華人的這個中華人的傳統 對不對 有這個掌幼有序啊 尊重中華 那是個問題 但是當你用到這個政治上的時候 就像如果說我現在對執政黨有不滿 或對這個政策不滿意 就不要 如果說我現在是蔡英文在執政 馬上就說你是貼上金鴻的標尖 說你賣台 如果是藍營在執政 我們罵他們 或是講他這個政策之後 一樣馬上被貼成你是讀台 台獨也好或是怎麼樣 Either way 中國也一樣啊 在中國你只要講這個政策 好嗎 他就說你不是中國人 你是賣國賊 那我們講的是政策 我們沒有在批評一個 所以貼標籤也是一個特色 貼標籤 在美國不會講 美國就是就是正式來討論 你可以同意 你可以同意 來一起來同意你不同意的事情 在華人世界裡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 馬上要進行的國民黨的初選 我個人的立場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頭突成這樣子 也沒有別人能夠再支持 這個 我對於韓國瑜的支持度 百分之百有信心 但是我對於這個民調的公正性 我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那這個原因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不要說這個 在這個整個機構上頭的這種公平性 或是裡頭有沒有錯弊 我們就看這個民進黨的初選的時候 在民進黨初選之前 蔡英文他可能是墊底的 對比不管你今天對比是 是韓國也好 或者是對比是柯文哲也 這個郭台銘也好 甚至於對比朱立倫也好 那我想請問 在這一個月裡頭有這麼大變化嗎 在這個月一個月以前 蔡英文是贏了柯 贏了賴清德也贏了柯也贏了韓 那如果現在下個禮拜出來民調結果是 不管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贏了柯也贏了蔡英文 蔡英文變最後一名 請問這兩個民調到底哪一個是可信的 你看當去年高雄市長的那個民調 不一樣說不可能韓國瑜不會贏啊 對不對 是墊底啊什麼 還有台北市也是啊 有什麼氣保效應啊之類的 他們的票你能相信嗎 現在已經完全就是個Stoppel 是 這個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現在完全是一把抓 那當然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民調 它還有當然它有相當大的可操作性 所以我們看到這兩天 這個王金平提出來說 很可能綠營的人會做操作 其實這也是可以想像 就是所謂的灌票 所謂的灌票 當然不是真的灌票啦 是你在接受民調的時候 你故意口是心非 你支持這一個人 明明支持這 而且尤其這一點 尤其這一點 像綠營的朋友 支持綠營的民眾 現在民進黨已經定於一尊是蔡英文了 所以她在接到民調的時候 實際上她說她支持蔡英文 對於這個選情 她的這個民調的結果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那她要發揮她最大的影響 她就可能會去提出說對於蔡英文最好 能夠最容易擊敗的對手 來去支持她 那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 另外一個科粉 大家不要忽視了科文哲的支持者 我們看到在民進黨的初選裡頭 蔡英文對比於韓柯跟賴清德對比韓柯 蔡英文贏了賴清德8%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個當中 科文哲對比蔡英文跟科文哲對比賴清德中間 她少了5%的票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是不是科文哲裡頭有部分的人 她其實她是可以操作的 或許她認為說我今天操作了這個蔡英文出來 對於科文哲是比較有利的 同樣的情況如果發生在國民黨 會不會這些科粉會認為說 或許我今天能夠讓郭台銘跟蔡英文出來的情況之下 對科文哲是最有利的情況 因為科文哲可以在韓粉裡頭接收到一些賭籃票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 宇宙你當過記者 你跑過新聞 所以你對於這個民調是不是可能被操作 你有什麼看法 我想我們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 民調確實它影響民調的最後的結果 有很多變數在裡面 包括你問題怎麼設計 包括你最後怎麼加權 民調是一個科學 我們必須說民調是科學 可是是人在計算這個科學 所以導致呢 就說有一些民調做出來的結果 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預期的不太一樣 那台灣現在看到的民調 這麼多人大家都在做民調 誰做的準 大家在問的問題是 誰做的民調是準的 其實要反過來 誰在真正認真的在做民調 這是不同的問題 我們問我們看到的結果 然後問說你會覺得這個民調不準 那家民調不準 可是反過來是 我們真的有人在認真的看待民調這件事情 是科學的這件事嗎 那因為大家都在做民調 媒體也喜歡報導這個數據 所以導致呢 其實民調呈現出來的數字 會演變的是 讓台灣的社會出現的是 所有人都不信任這些數字 沒有一家民調是被信任的 那在藍的在綠的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綠的已經結束了 大家不信 但是結果出來了 藍的接下來也一定都一定 我想K預期會有很多的爭端出現 尤其是現在看起來是緊張的 是接近的 那現在接下來的問題對於藍營來說 問題就是 有沒有辦法雙方陣營或者三方 甚至四方所有的領先者的陣營 可以找出一個共識 說我們有什麼辦法相信這個民調 甚至出來發表一個聲明 這也是王金平提出的一個質疑 希望國民黨中央能夠把整個民調的過程 就是說把它能夠讓它透明化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蠻難的 因為你民調就像呂中說的 其實大家有沒有看到 在郭台銘參選之前 基本上民調出來的結果都蠻一致的 可是在郭台銘參選之後 所有民調開始亂了 甚至於有相反的結果 那其中這種相反的結果 最大的最明顯的是 當然是民進黨的初選結果 那其他的現在有些是韓國瑜贏 有些是郭台銘贏 那我們再看一看 這個國民黨裡頭的對比式 像對比式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蠻荒唐的 就是說像民進黨他在初選的時候 他提出對於韓國瑜跟柯文哲的一個對比式 我請問韓國瑜那個時候是參選人嗎 當然不是啊 柯文哲連說都還沒有說啊 所以你是跟兩個假想敵在對比啊 萬一今天這兩個人都不出來選的話 那我請問你民進黨的這個 這個初選結果到底有什麼意義 那同樣的道理你今天國民黨的初選 你把柯文哲放在裡頭 我請問你柯文哲現在說了嗎 柯文哲到現在也沒有說他要選啊 而且我個人我覺得說如果今天是韓國瑜出現的話 柯文哲很可能會打退堂鼓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打退堂鼓的話請問郭台銘服不服氣啊 就是說你拿我去對比那你這樣到底服不服氣 我覺得這個就整個的這種這種這個民調上的一種荒謬性 這個要言怎麼看 我不會去說這是一個民調研究或者是一個 我們這些初選民調的一個荒唐性 而是說現在大家都在找最大公約數 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對 我們要列哪一些候選人在這個名單上面 我們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民進黨列了韓國瑜 即便韓國瑜會不會選或會不會出現都還不知道 兩黨都要練柯文哲 柯文哲到現在一個字都不講 那你把它列上去幹嘛 可是這是大部分候選人可以接受說 假設他最有可能會面對的敵人是這個人的話 我們要用這個對比式民調去做比較 好 那所以說變成說 他最後很可能是一個笑話 可是這個笑話是因為現在在玩這些遊戲的人 都同意用這個笑話的方式去做這個民調 所以今天全台灣在這個 在這個兩黨在初選全部在冷宵圍 也不能說他們是冷宵圍啦 然後就因為做民調 民調研究本身 因為其實宇宙跟我們兩個都是做民調的研究 那民調研究本身有很多美美嘎嘎的東西 你必須要去 pay attention 例如說不管是你的對比式民調上面列了誰 然後不管是你民調做下去之後 你怎麼抽樣 你背後的母體是誰 你怎麼問 對 你怎麼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甚至於打電話那個小姐的聲音好不好聽都有影響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而且其實最有趣的是我們看到就像長大哥剛剛講說 民進黨的民調怎麼會蔡英文可以領先韓國瑜跟柯文哲這麼多呢 可是大家要思考一件事 在那段時間點接到民調電話的人都已經假設這個是民進黨初選的民調電話 所以我們也可以預期國民黨的民調很可能就是國民黨候選人會擊敗其他人 很有可能 因為當民眾接受到這個電話的時候 他心裡想的是這個是民進黨的初選 如果這是國民黨的民調出來 結果國民黨候選人贏不了蔡英文的話 那我看是蠻丟臉的事情 那個就是另一個狀態 那國民黨可能就要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哲略了 那當然民調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操作性 那就是金錢的力量 我們看到郭台銘今天到處所有的媒體 花費數千萬 現在有很多傳言說 每一家沒有一家媒體除了這個旺旺集團中天以外 每一家都拿了很大的這個廣告費 而且其實不只是這些看得到的媒體 在很多的比如說社交網路裡頭 它的置入性 包括YouTube 包括Facebook 包括Twitter 它都有多多少少形式的廣告 那我在這要跟大家講一點 最近這個長榮的罷工 這個題外話 長榮的罷工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媒體裡頭 幾乎一面倒的是偏向於資方 對於勞工卻是有 勞方這一方卻是有很多的批評 我們在這裡並不是要支持勞方 或者是支持資方 而是說我們講一種現象 那大家有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通通倒向資方 那大家都知道長榮集團是什麼集團 長榮集團不只是天上飛的 海上它的海運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船運公司 另外它的企業觸角 旅館 餐飲業 各個各個觸角都有 這好像韓國的三星一樣 這個你這種觸角 但那大家想想看 所有的媒體裡頭 它接收到了一年這麼大筆的 Marketing費用的時候 這麼多的廣告費用的話 你如何能夠期待說這些媒體 對於這些大金主 能夠提出很大的批判 那同樣的情況 在這樣的選舉裡頭 郭台銘撒下這麼多的這個金錢 在這個我們不要講說 他收買廣告也好 就是站在這些媒體的立場上 他如何能夠真正的 對於自己的這個金主來提出批判 這一點我看馬健大概非常的憤怒 我已經被他類似成憤青了 我想先回答剛剛我們 憤怒鳥啊 Angry Burr 對啊 你講民調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在這個Texas Tech 我們做大概I ran a research lab 我掌控大概我們一百多個研究生 接這個project來做民調 有從德州州政府 也有私人公司 也有這個campaign 就是俊選的 所以很明顯那時候 我們都知道 怎麼這樣講的 這個聲音語調 跟你怎麼問這個問題 你的答案其實都是事先預測好的 你是完全可以去manipulate the result so you never could believe in 民調 這是one 二 你講到台灣的民調 你的語氣尾巴是稍微提起來一點 還是往下垂 可能就會影響那個結果了 然後 你說民調不能作假沒有錯 但是你怎麼問問題 是可以去操作的 而且在台灣 你在講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這個就是 過去這幾年來 這個民進黨政府已經很明顯地是 一手遮天了對不對 東廠 東廠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這個管中民台大這個校審案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假民調 doesn't matter 就它可以完全就是 對不對 唯一的辦法是真正去把它選出來 然後你剛剛問我這個郭 我不能我不想再一直去去批判郭台銘了 因為你你講你 他越知道這個話題 越好像他很重要 嗯 No he is not important He should not be talked about 我們根本就不應該討論他 所以他不在你的討論範圍當中 因為就過去這幾個禮拜 每次看他的這個所有的做法 嗯 這個 這個作為就是 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 有一個民調 有一個之前我看一個民調 綠營選民 最希望這個藍營派誰參選 那第一名當然是王金平 那那個時候王金平還沒有退選 不可能嘛 對啊 那再來就是朱立倫 再來是朱立倫 再來是郭台銘 最不希望看到的是韓國瑜 反過來了嘛 反過來了 對 最不希望看到韓國瑜 所以從這個民調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操作性在哪裡 今天我們不用去質疑說 這個做民調公司 他的這個會不會作弊 我們就算他規規矩矩的來做 照一樣的這個分配 人口的分配 選民的這個傾向的分配 都很平均的分配來說 綠營的人會不會做反投票 當然會 做反民調 那柯粉會不會做反民調 你看美國兩年前 這個川普贏的這個大選的這個模式 郭台銘可以用 同樣的模式來操作 因為當初的民調 沒有人會相信川普會贏的 他的領先是double digit 雙重數字的領先 對不對 一直到選舉當天都說不可能 都查好多少票 因為很明顯的 你當你在做民調 就算你不去操作那個民調 你問很多人 很多人也不願意承認 他會投票給川普 有的人不願意 雖然他明明是心裡 心裡是想要投票 但問民調他不好意思講 或是說同樣的 你說不定想要投給 黃金平也好 郭台銘也好 或是甚至你想要投給 蔡英文 那是最終你投給了賴清 不管怎麼樣 最終是每個人想投票 其實不一定會跟民調 講實話的 然後你剛說到這個媒體 媒體操作 在美國本來是 媒體是中立的 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會講說 CNN是比較清左 比較左 然後這個 Obviously Fox News 是右 是很明顯的 各自 但這是明顯 大家都知道在看的時候 支持者會看這邊 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每個媒體 又覺得自己講的是 是中立的對不對 所以到底有沒有中立 其實沒有 我想任何的這種 只要談到政治 我的立場就是 沒有中立立場 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場 問題是說 你能不能真實地 誠懇地把自己的立場表明出來 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頭 大家用 大家就是說很誠實地呈現 因為大家誠實地呈現你的立場以後 才真正能夠讓這個國家選出來的領導人 他能夠知道真實的民意在什麼地方 才知道真實的民意在什麼地方 那今天台灣不是啊 台灣今天就講到我們下一個話題 韓國瑜可能是台灣這個政治史上有史以來 能夠在選前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內的時間 造起那麼大聲勢 而在選後更重要的是 在選後 他的聲勢還能夠持續半年多到現在都不醉 我們看到他最近他這半年來造的五場這個造勢 其實你看到這五場的造勢 他就是一張張的選票 我相信沒有人會無聊到說 假裝去支持韓國瑜 然後要跑五個地方 要跑去曬太陽這個 在風吹雨打烈日之下 所以這就是一張張的選票 但是另一方面 韓國瑜也可能是台灣政治史上唯一一位 被各種各樣鋪天蓋地打壓最嚴重的一個人 到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那尤其在媒體是非常的清楚 媒體尤其在韓國瑜 在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 鋪天蓋地的去打壓韓國瑜 我簡單的這麼說 這些所謂的導向郭台銘的媒體 幾乎已經明顯到 甚至於不必顯到 他簡直就是想很坦白地告訴大家 恨不得告訴大家說 老子我今天就想賺這一票 大家別來擋我 這個就是今天的這種媒體現象 這個呂中你怎麼看就是說 韓國瑜能夠造起這麼大聲勢 卻會遭到這麼大的打壓 甚至於是很多人認為說是 他自己的同志 或者是自己的藍營裡頭的打壓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任何一個民調領先者 或者是有競爭力的一個候選人 都會變成劍靶 當初這個2014年 我們回想稍微回想一下 2014年的柯文哲 鏡頭每天都跟著他 台北市議會也駐滿了記者 當時柯文哲說任何一句話 都有可能被放大檢視 也沒有 也是一樣的 通通的 受到很多的批評 或者是 像我剛剛說的檢視 所以我想韓國瑜之所以會 現在大家感覺到 他每天都被打壓 或者是很多新聞 醉得他追 很重要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他背後 有這些選民的支持 所以這都是連帶的 那另外回到剛剛 稍微簡單講一下那個民調 民調是可以操作 沒有問題 尤其是 民調公司 大家既然知道它是公司 它是私人公司 它有委託者 它有委託者在背後 就代表有獲利 有獲利當然它的導向 或者是它的設計 當然就要滿足委託人的需求 所以這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關鍵是 民調還是可以做得比較客觀 也是可以做科學的檢驗 如果這些民調公司願意 現在台灣沒做 如果這些民調公司 都願意把原始資料釋放出來 大家不做 可是原始資料如果釋放出來 公開讓公眾檢驗 社會上有很多能人高手 可以檢驗出 到底有沒有在問題上面動手腳 到底有沒有在抽樣上面動手腳 問題是民調公司是不會釋放 這些原始資料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討論民意 越是這樣子 大家越不信任 這就是問題了 民意其實有兩個最大的困境 要採集民意 有兩個最大的困境 第一種困境是民眾不在乎 我不想表達 我不重視政治 我不想告訴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 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想表達 我想知道訊息 可是訊息通通都被掌握了 訊息通通都是來自某些立場 我如果看某些電視台 我就只聽到有同樣的訊息 這是我們做民意調查 或者是了解民意 最大的兩個困境 台灣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境就是 很多人已經政治覺醒了 已經知道了 我想要參與政治 我想知道更多韓國瑜的消息 我想知道更多郭台銘 我想知道任何人 可是媒體告訴我的訊息 都是單方面的 都沒有所謂的 就像您說的 媒體現在沒有中立客觀的立場 導致很多選民 我想知道訊息而不得其門而入 這是台灣很大的問題 也是為什麼現在台灣社會 越來越失去互信 各粉之間 各支持者之間 越來越不相信 越來越無法對話 這是我想這是跨越藍綠的一個問題 我把它兜回來講 其實現在這個民意調查裡面 或者是用全民調的方式 去做這個初選 最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做全民調 一開始的原因 就是為了要去抄美國的初選 對不對 因為美國的初選是全民投票 看要投給誰 那誰就可以當選 但是美國初選的時候 兩邊你今天投民主黨 你不能去投共和黨 你投共和黨不能投民主黨 所以實際上這樣子 實際上做民調 其實我也想到一個法治 就是說其實應該兩黨在同一天做 兩黨在同一天做 可是它還是有 而且美國的初選 它是受國家的反應的規範 而且另一個大問題 初選 美國的初選是 你走到投票所 投向那個票 那個是有價值的 就是你是真的願意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你才會跑到那個公司裡面 去投向那一票 是工作的 對 因為初選投票率是非常低的 很低 很低的 那大部分都是 所謂的 沉浸的 沉浸的大眾 沉默的大眾 那台灣的民調不一樣 台灣民調 你今天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他問你說 這三個候選人你要選誰 你講誰 有任何的價值嗎 沒有價值 他沒有任何的價值在上面 簡單的說現在用民調來決定參選人基本上是嘴炮嘛 嘴炮民調 所以說你用民調 而且我一直都覺得用民調來決定參選人 就是像你長大剛剛講說 為什麼韓國瑜現在被幾個媒體在操作在打壓 那當然另一個媒體又反其道而行 一直要去捧摸韓國瑜 那也許另一個媒體他說因為他被這樣打壓 他說我必須要有一個替他發聲音 那當然他有他的作法嘛 那所以你去看到 當你的選民一直去expose到這樣的訊息裡面 那我們其實政政學研究裡面 尤其在美國的樣本裡面 我們去做過這樣的類型的研究 因為我們發現美國人 假設你本來是共產黨的 那你一直去看這些東西對不對 一直看川普的訊息 你其實會更支持川普 而且你的支持率會上升很多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我們一直在談 美國人美國從那個戰後 原本是一個比較像是一個中央 就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的一個名義 變成一個bimodal 兩極化的一個名義 這個M型的那個名義 或M型的一個spectrum 那個其實是被媒體所創造出來的 好 那回到台灣 那台灣現在的問題是 媒體其實是幹一樣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也看到台灣的社會 相對來說這個兩極化 也越來越強勢 不管你是誰的粉 尤其是跨黨派的時候 所以現在台灣不只是在經濟上頭是M型化 在政治上頭更是M型化 那我想問這個呂忠 因為你剛從台灣回來 我們現在就不管這個 我們假設這個民調都很公正公平公開 那你在國民黨的初選裡頭 你認為 韓國瑜跟郭台銘 甚至於朱立文 誰出現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做個簡單的 你的看法 你的觀察 我回來的時候 幾個民調都顯示韓國瑜是領先 但是郭台銘也越來越近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也稍微談到 郭台銘的策略 他就是告訴大家 我現在有很多的資源 我個人 我個人有很多的資源 那我這些資源通通 都可以拿給國家使用 在很多人的眼裡 尤其是知識分子 會覺得你就是有錢嘛 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有一群人就是韓國瑜的 所謂的庶民的這些粉絲 有一群人他還是期待的 我的老闆可以幫我 可以幫忙我 如果這種老闆多好 他願意把他的私人財產拿出來用 他的策略 事實上他的策略 就是希望可以把韓國瑜的 一部分的選民拿過來 那你覺得這樣會縱效嗎 我覺得在最後的這個衝刺階段 尤其他就在昨天的這個 最後一次的這個 這個願景說明會上面 說了這個 我的個人財產 傾家蕩產在所不惜 很多人眼裡聽起來 就像我剛剛說的 知識分子 或者是中高界的 中高 就是這個社會地位 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的選民 會覺得搞什麼 Ridiculous 對 搞什麼 可是就像我說的 有一群人 他很期待著 期待著有一個人 來拯救他們的 這一群人還是存在著 台灣有幾年輕人 一定會教改 是太陽花這個群眾 就是永遠都是 要高薪 要一立一休 要政府給福利 要政府 什麼都是要求政府給 已經習慣了 被寵壞了 所以郭台銘是針對這群 因為年輕人的選票 最重要的現在 柯文綱 做台北市長 很明顯的是能夠操作 然後最近你看那個館長 連館長那個 這種地皮流氓 都能夠上去跟 所以我越來越 看不起郭台銘 他跟郭台銘同台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台灣能不能高 去爬上 幹嘛來幹嘛 我律師很多 然後 我跟你講 我們 我還是很粉 所以我就越來越他不值 是 韓國瑜要人沒人 要錢沒錢 他自己講的 一個爛命一條 他就是去 馬健我告訴你 越來越堵爛 這個也是我想說的 你今天郭董沒有錯了 你今天 你今天說 零到六歲的小孩子都國家養 我告訴你 Bernie Sander說的更厲害 Bernie Sander說 國家的醫療保險全部免費 大學教育全部免費 我請問你是錢就那厲害 他是真正的金鐘好不好 他是共產黨國家化的好不好 那你今天郭台銘就算你富可敵國 你這些錢你可以全部自己來出 那都是你當選以後 你要能夠當選以後才有的事 現在高雄面臨到登革熱的情況 一個高雄市連五千一百萬 跟這個民進黨的政府去要都要不到 請問你郭台銘這個時候 是不是拿你的廣告權出來支持高雄 來做登革熱的救災 我相信這個比你做任何的廣告 都還要有效 不可能的 所以郭台銘基本上現在 多多少少他是在學川普的路線 做效 川普的路線很簡單 基本上川普找媒體 找一個他的對立的媒體 所以我們看到川普一天到晚罵喜恩恩 所以今天台灣的郭台銘 一天到晚在罵 完全就在用川普模式 製造對立 然後用他的這個財富 吸引這個低收入低知識分子 然後另外當然也有很多 這個從中能得利的高知識分子 尤其國民黨的所謂的權貴 他們知道國民台銘上的話 他們會有很多好處 但是川普至少不像郭台銘 會把嘴裡講的 說韓國瑜是我自己的兄弟 背地裡還這樣子的去打壓他 川普的眼裡沒有兄弟 OK 好 那要員你說一下 其實在講說所謂的 我們當然知道郭台銘是台灣首富 所以說他要拿自己的財產去支持這些政策 或者是支持這些窮人 我覺得民主政治裡面有一個很基本的要素 就是所謂的黨 國家 是分開的 因為人基本上我們都會在資本主義下面 我們有一個很基本的假設 人是貪婪的 資本主義是假設人是貪婪的 這個條件之下 大家才會努力地賺錢 努力地讓自己生活變得更好 努力地跟其他人競爭 那今天郭台銘把他的財產捐給國庫之後 他要拿什麼 他要拿什麼做回報 因為台灣還是有一些人覺得 因為受到一個傳統儒家教育 認為有一個民軍的概念 他犧牲自己 他為了世界大同 為了人民的福祉 他願意做任何的事情 不求任何的回報 其實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上面 這事情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今天不管 即便川普當選之後 當然他沒有圖力自己 可是他做了很多東西 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不是拿他自己身家財產 去做競選 去做廣告 他是拿捐款 去做這些廣告 那現在台灣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台灣竟然是可以 一個總統初選 不是總統候選人 總統初選候選人 拿自己的錢 給媒體說 我要做我初選的廣告 怎麼會有人把錢拿去做廣告呢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這些 以前做廣告 基本上都是從這些贊助 或者是黨內的支持 去做這些東西 你不會拿自己荷包裡面的錢 因為當你拿荷包裡面的錢 就為了讓自己選上而做這些事 你心裡應該要想 那他打算拿多少錢回來 投資報處理很高 基本上這就已經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 對 誰有錢 誰就能做你的這個政策 所以我說 你郭台銘今天花幾千萬上億的錢 我告訴你 你救救你的兄弟 你救救你的韓國瑜兄弟 現在在高雄很慘 登革熱的錢 好不容易 三求四寢的才下來 一個民選的市長做到這種地步 你能夠見死不救嗎 那當然 剛才我就接著這個要員說的 沒有錯 就是說郭台銘今天出來 他富可敵國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說 他今天出來選 他到底代表的是什麼 韓國瑜很清楚的說 他是庶民總統 他要代表庶民 他的這個方向非常清楚 郭台銘也好 朱立仁也好 任何一個政治台片上 政府都說要為庶民 但是我們想一想 郭台銘他背後代表的是什麼 郭台銘他代表的 基本上在我的看法裡頭 郭台銘代表的 他絕對不會是 絕對是要保護背後的 那些既得利益者 這個很可能就是 這當然就是 韓國瑜嘴裡的所謂的權貴 那我們今天不要說 郭台銘他白手起家沒有錯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節目裡頭 我從來不批評郭台銘的能力 我也不認為說 今天大家在批評他的私德也好 或者是說他的口齒不信也好 這個演講要看稿幾百次也好 這些都不是批評重點 批評重點是說 你今天這樣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候選人 你出來選背後代表的是什麼 我認為郭台銘代表的 是背後的那一群既得利益者 而這些既得利益者 因為他的龐大企業 他背後的這種千絲萬縷的 政商的關係 他是無法切斷的 這個呂中你怎麼看 我覺得郭台銘的一切的這個競選的策略 是可以預期的 就是說他當然就像剛剛耀元說的 他在他並沒有太多的這個黨加國 這個區分的一個概念 反正我就有錢 基本上他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基本上他因為他是 我有錢我要贏 所以又為了要贏 所以我的策略 我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他也HIRE了非常多家的這個 政治公關公司 幫他做了這些競選的策略跟包裝 但我覺得在民主的社會裡面 這是正常的走法 就是說如果我是郭台銘 或許大家也會 就是說如果任何人是郭台銘 手上有很多錢 他也沒有在求什麼 他或許大家都會走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要贏 反正我今天去Los Vigas賭一場 花個幾千萬美金也很正常 我出來選個總統也不錯 這是一個正常的競選策略 只是說就像我剛剛說的 關鍵是說台灣的一般的民眾 如何反應對於郭台銘 提出的這些事情 我用我自己的私人財產 來補足這個國庫的不足 一般的民眾如何反應 這是我剛剛就是想說的 韓國瑜現在是領先 可是郭台銘拋出這個球 雖然很多人是覺得不滿的 可是要關鍵是在於說 台灣還是非常保守的 台灣還是非常純樸的 台灣還是有很多的 勿讓勿忘世上苦人多 很多的苦人 他覺得對韓國瑜市長給我們希望 可是有人丟錢給我 這是一個很大的心理上面的感受 我想這個是 尤其是我們在觀察台灣社會 尤其是所謂的庶民政治的時候 為什麼韓國瑜會起來 是因為他說出了庶民心裡想說的話 可是說出的話 能不能化成庶民覺得 我這個馬上會實現 這個是郭台銘為什麼這個策略 我剛剛說這個策略是很值得關注的 因為這個策略就是丟給你 他是說話的 看你怎麼破 我的兄弟給你願望 可是我現在錢也給你 所以這個策略是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這個策略可能會有效 這在最後這幾天我不知道會發生到什麼 不過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在美國 不管在共和黨民主黨之間 也是一個非常common的議題 所謂的庶民經濟 其實講白講 如果我們民眾仔細的去想 其實庶民經濟才真正能夠解決 所謂的貧富不均的問題 今天當然郭台銘強調他什麼 包括這個蔡英文等等 強調AI強調高科技 高科技是高產值的行業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高產值的行業 卻會可能會造成更多的人 left behind 所以他會造成更嚴重的貧富不均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我們華裔的這個候選人 Andrew Young 就提出了 每個人發一千塊 一個月發一千塊美金 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天馬行空 可是他有一個利潤點 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你這些AI高科技的發展之後 只是少數人得利 那最終更多的人 left behind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子 讓這些人能夠跟上 那這跟上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去做AI 事實上AI在取代人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解決這樣子 那在這個方面來說 我認為韓國瑜的庶民經濟 是比較能夠解決 就是面對當前這個台灣所謂的貧富不均的問題 而郭台銘所代表的那個高科技產業 沒有錯 國家必須要從這個發展 但是說實在以現在台灣氛圍 普遍的低薪 我相信庶民經濟還是比較能夠引起大家的這個認同 不過話說回來 台灣現在很重要的我覺得兩大問題 一個就是當然大家都知道的國家認同問題 這個是國民黨和民運黨裡頭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第二個問題就是藉由國家認同的問題 所連帶帶來的黑金體制 而這個黑金體制是從李登輝開始 藉由民主之名而開始搞這個黑金之勢 而且不管藍綠兩黨都是一樣 對 所以黑金就是藍綠都有份的 那今天這個蔡英文也好 蔡英文可以說是把這種黑金體制發揮到最極致的 所以蔡英文是以這個民族之名來實行獨裁 甚至於黑金之名 這個話不是我說的 這個話是很多目前深綠的評論員所提出來的 所以說在這種黑金體制藍綠都有份的情況之下 我想韓國瑜現在面臨的處境是非常危險 所以回到我剛剛節目一開始說的 我對於韓國瑜的支持度 我是絕對的有信心 沒有人能夠無場造勢幾十萬幾十萬的人這樣子 一直持續的支持他 我相信他就算要再辦他還是這麼多人 不用擔心 但是對於他的民調的結果公正性 我是非常的擔心的 這個藥元 你怎麼看台灣我剛剛講的這兩個問題 一個國家認同的問題 一個黑金體制的問題 我反過來講第一件事 黑金體制所謂的黑金體制是指一個 當我們的政治的制度 法律決策者跟我們的社會彼此之間已經有很強烈的掛鉤 所以很多人不是透過跟他的民意代表聯絡 然後透過一個立法的程序去解決說現在社會上的問題 而是反而是透過走後門的方式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其實當然就因為我自己做相關研究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台灣至少在所謂的我們的黑金反貪腐這上面 當然它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政績 可是從大部分的一些國際的資料來看的話 台灣其實對於在反貪腐上面其實相對來說 跟過去至少20年前比起來已經有很大幅度的進步了 那所以說當民進黨這些資深的評論員 或者是一些國民黨人他會去操作說 蔡英文他其實是一個黑金的總統 他一手之手 之手折天 這其實在我看來我必須要去理解 這是這個背後代表的是他有貪腐的問題呢 還是他可能全力滲透到比較多的肢節莫為的地方去 在一些他不應該施力的地方去施力 那這個其實是兩碼子不同的意思 因為在台灣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通常當總統 總統兼黨主席嘛 對 那總統兼黨主席其實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是國家元首 可是你又主宰了黨內誰要被提名 誰不會被提名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如果民進黨 大家都要聽話 對 大家都要聽話嘛 民進黨今天即便是多數黨 即便我們有多數立委的席次 可是你下次會不會被提名 黨主席說的會是有算的 那當然現在換成佐隆泰 這個走勢 當然很多人都說 佐隆泰就只是一直在幫蔡英文做事 他基本上跟蔡英文當黨主席沒什麼兩樣 這個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去判斷 因為至少在運作上面 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可是當台灣一直認為 因為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們在所謂傳統價值上面的一個迷思 就是我們太想要民進軍了 我們太想要一個人可以用他的權力去 把所有事情做得完滿 我覺得這是東方政治的普遍 可是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普遍的事物 你讓總統兼黨主席這個權力有多大 所以說當他說民進黨的立委之所以會支持某些法案 之所以會提出某些法案 可能跟蔡英文在背後運作有關係 這是你這個整個制度上的瑕疵 你可以不這樣做 所以你的制度讓他能這樣做 他就這樣做了 這個制度上的改革到現在沒有人願意去推 因為所有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我覺得台灣很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政黨必須要弱化 今天的國民黨也好或者是民進黨也好 都是列臨式政黨 都是剛性政黨 國民黨是學共產黨來的 那民進黨又學國民黨 所以基本上所以民進黨在野 共產黨也學國民黨 大家學來學去 結果都是列臨式的政黨 那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可以非常草莽 等到到了執政的時候 他又變成從上到下的一個剛性的政黨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個總統身兼黨主席 你想想看他所掌握的權力 你要去期望他不獨裁 期望他不去沾這些東西都非常的困難 呂中你怎麼看 我想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你剛剛提到的國家認同跟黑金體制 我想針對國家認同的部分來說 國家認同其實在台灣是一個吵了很久的話題 可是我們真的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認同的問題 我個人的研究 包括我自己在做了一些研究 我們長期觀察 包括所謂的年輕世代太陽花世代 他們是不是這個國家認同都不會變的 要員也很清楚 其實我們的研究都發現 其實在不同的年紀 他會有不同的改變 他長大以後 他慢慢成長以後也會變 事實上是如此 他的確有很強的台灣意識 他的確是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可是在個人的利益上面 包括他的工作 包括他的求學 包括他的其他的個人現實 他會有其他的考量進去 不是說像鐵板一塊 他都不會重新思考他的未來 所以關於國家認同 其實就是每次選舉 政黨把它炒作起來 炒得一定要分你我他 可是台灣就2300萬很小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面對的是對面14億人口 然後還要跟全世界60幾億的人口來競爭 那台灣真的有那個本錢去分 這個國家到底是長成什麼樣子 到底我們認同哪一塊嗎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藍綠都應該要去思考 我們到底炒什麼 把國家帶到什麼樣的地步去 那你說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未來的總統也好 他們上台之後 如果炒作這個議題贏得選舉 上台之後面對的是這個國家 他要帶領的這個國家 是形成分裂的 很嚴重的分裂 這個分裂是說這個島上有一部分的人 不相信你是我的總統 他要怎麼領導這個國家 我們台灣要怎麼往下面走 那你說蔡英文現在不就是陷入這種情況嗎 事實上確實是如此 確實是如此 這也是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可是我覺得把它扳回來講 其實在所有的民主國家裡面 何嘗都不是一樣的問題 今天在美國 事實上也將近有半數的人 不過重點是說政治人物的高度在哪裡 政治人物的高度是要把民眾的民意往兩邊拉 還是慢慢的往集中來這個往中間帶 我想這是很重要一點 在過去大家都會認為說 選舉一定要越中間能夠集合 越大多數的人的意志 他的勝算越大 可是今天的社會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成為M字型 那你到底是要左邊這塊M 還是右邊這一塊院 就變成說它越來越分裂 而這個越來越分裂以後 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以至於就會造成今天這樣的現象 那台灣又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還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有人看這個中華民國不順眼 那有一些人堅定的來支持這樣一個國家 馬健怎麼看 我們找到這個真的是 我個人現在是覺得 為什麼韓國瑜不能脫黨參選 為什麼不能按照 為什麼柯文哲能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因為他就是跳脫這個所謂的藍綠的 跳脫這個黑金 就代表你以前的希望對不對 不管你對柯文哲的評價怎麼樣 他的操作模式是對的 那很明顯的 郭台銘的操作模式是按照川普 因為這個商人來治國 他一定會回報他的這個投資的 而且用操作媒體 川普現在已經很明顯的是有買很多廣告當年 也很明顯的有外國勢力介入 現在韓國瑜是唯一沒有資源的人 現在柯文哲都已經至少做了這五年六年的市長 他有他的這個班底 韓國瑜沒有 所以韓國瑜如果脫黨參選的話 其實對他還是更有利 所以我不了解為什麼他不能脫黨參選 他為什麼不能用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結合 我過去這兩三年 三年前我在講 台灣 國民黨一定要倒 但是台灣如果要有希望 那能夠再振作起來的話 需要一個五黨紀 OK 當年我當時以為是時代力量 或是白色或是紅山軍 過去之類 那都沒有成為勢力 因為這個藍綠兩黨的這個黑金 控制的太多的不同的利益操作 如果第三勢力留起來的話 韓國瑜代表就是這第三勢力 雖然 而且像你說 他根本就不是傳統的國民黨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有這個包袱 他沒有宋楚瑜這個包袱 不過馬介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 今天其實台灣在走這個政黨政治 走了二三十年 那美國政黨政治其實 即使到現在大家覺得說 這個對峙很強 其實他還是很堅定的一個兩黨政治 台灣的兩黨政治 如果走到今年2020年的時候 最終是由柯文哲出來的話 簡單說他就驗證了台灣兩黨政治就完完了 一個所謂的無黨籍的 這個人能夠把三十年來 大家台灣所建立起來兩黨政治能夠打破 韓國瑜脫黨參選 我個人是不同意 因為我認為他脫黨脫離國民黨的話 他的正當性會更低 而且他的獲選率會更低 但是我有一點我可以在這邊提出 如果這一次的民調的結果是韓國瑜被做掉的話 我講當然這是悲觀的論調 很多韓粉可能會說你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有民調出來你幹嘛就說這種漏氣話 但是我覺得被做掉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如果這一次韓國瑜的民調被做掉的話 我會慎重的呼籲韓國瑜退出國民黨 但是不參選 這是我的主張 因為國民黨其實韓國瑜其實是非常愛國民黨的 因為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馬建當時也在唱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曾經在當時國民黨在選主席的時候 我們曾經連線採訪過韓國瑜 那至少我不敢說韓國瑜如果做了總統 他未來他會不會變壞 但是至少從我們2017年他開始 在重回政壇開始去選國民黨的主席開始 一直到現在他對於國民黨的批判 一直始終是沒有變的 他對於國民黨的立場也是沒有變的 他當時在2017年他說國民黨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被送入加護病房 所以說他要出來選黨主席 那結果呢他當然黨主席沒選上 坦白說他黨主席沒選上還是被做掉的 也是被做掉 也是被做掉 多少程度上是被做掉的 那好 好不容易到了2018年的時候 韓國瑜捲起一種旋風 可以說大家就認為說 我今天終於 大家會認為說民進黨大敗 整個國民黨大勝的結果 大家好像認為說國民黨從加護病房裡頭 拖出來了因為韓國瑜的寒流 可是我們看到這半年來 國民黨雖然從加護病房出來了 可是他照樣吸毒啊 他照樣酗酒啊 他壞毛病全部都來啊 所以我看他很快又會回到這個 回到這個交付病房器 國民黨沒有終生代 也沒有培養下一代完全壟斷 我跟你講所以民進黨一直都會繼續贏的選戰 因為他們有傳承 至少前幾年有 我跟你講我們可以直接講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還有你不要再害韓國瑜了 我很怕害他你說他愛國民黨 Please 我們希望我們講說韓國瑜很愛國家 很反對現在對這個當權者的不滿 不要說他愛國民黨 你愛的是什麼國民黨 是當年孫中山的國民黨嗎 李登輝的國民黨還是馬伊德的國民黨 所以我說 這什麼是國民黨 所以我說如果韓國瑜這次民調被做掉 那就是他最後一次愛國民黨 那要等到那個時候嗎 現在就多長了一個參選 對 說不定他跟韓國瑜這次搭配兩個 就是第三次 至少對台灣前途都比較好 那不是永遠有藍綠這兩個 這又發揮了我們這個 休斯頓論壇的天馬行空 Why not 不過今天當然我們對於國民黨內部 有很多批判 對於這個民調也有很多的質疑 不過我想還要回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蔡英文 從這個他的初選民調出來以後 看起來現在聲勢是不錯的 那剛才這個耀元曾經提到說 那到底一個民主國家裡頭 到底這些人 因為尤其是兼任黨主席的總統 他到底手伸到哪些地方去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這個 今天的這個民進黨政府 可以說所有的獨立機構都淪陷了 我們看到除了這個蔡英文一上任以後 所這個成立的所謂的什麼黨產會啊 轉型正義委員會啊 這些他號稱獨立的 實際上是有針對性的這種組織之外 我們看到最近不管是中選會的主委也好 這個什麼NCC新聞委員會是不是啊 監察院不用說 乃至於到還有之前的這個農譽會 能夠改為官派 乃至於最近的大法官 那現在大法官基本上已經過半數 是清律的大法官 那在實際上的這個作為上頭 我們看到了官節目 這節目不只是官藍的 官律的 聲律的節目也關掉 任何一個所有反對他的聲音 全部都全部都剷除 那我們就看到前一陣子把公投 跟這個大選脫鉤 關回尿龍 還有這幾天的這個 這幾天才發生的這個 國安法 新的國安法的這個修法 那這兩天發生的 管中敏事件 那管中敏事件 赤裸裸的就是一個政府行政力量 去干涉到這個學校裡頭的學術自由 這種事情在美國來說是 根本就想不到的 我想兩位都在學校裡頭 擔任教授之類 你不要說是 你不要說是什麼總統州長來管你 我告訴你 說實在的 這一個學校校長誰都管不到了 只有這種獨立的精神 我覺得就完全是被破壞了 所以說很多人會認為說 去年也許在一一二四的時候 有一個口號叫做一一二四滅東廠 那很多人以為國民黨大勝以後 東廠被滅了 可是事實上在這半年來 我們看到了這東廠好像是當初這個 癌症沒有治療好 整個毒瘤現在又擴散 蔓延到台灣的社會的各個角落 尤其是公權力的機關裡頭 這個藥員怎麼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政黨政治下的常態 所以說 你覺得說這些獨立機構都應該為政黨服務嗎 不是應該 而是這是一個正常的兩黨政治下 很常會發生說 當你改朝換代的時候 你的一批人就一起換掉 然後你會盡力的想辦法去控制 直接過去 你肢節摸 你摸不到邊 你沒有辦法操控的這些組織 這我覺得 如果他當然說 你講的是人性 這是人性問題 問題是 因為今天我打個比方好了 如果假設 明年的大選 國民黨回來 國民黨會不會做一樣的事情 會啊 我看國民黨的臉皮比較厚 比較薄 很多事情他做不出來 我覺得國民黨是做了之後 他只是不會 就是 因為人家會說 這他以前就做過了 他以前就這樣做 所以說你這樣做 好像聽起來很合理 習慣了 像民進黨上台 會被人罵是東廠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他在做一些 以前國民黨做得很習慣 但是民進黨從來沒幹過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怎麼也可以去換這些衛生 國民黨要自由做東廠事情 民進黨也起不來了 沒有 國民黨不是沒有做 國民黨是在威權體制裡面 滲透到地方最深的政黨 你說那是你 講中正 講經濟 所以現在 反過來說 也就是說 所以你等於說替這個 民進黨現在做了這些 伸到這些 手伸到這麼深去 做了一種解釋 那今天 但是我的看法是說 你今天這麼多的東廠 人人都徵做廠工 今天最大的廠工 就是蘇貞昌 行政院長 我請問各位 蘇越多他官越大 對 蘇越多 但是我們也曾講過很多遍 我想請問你 一個登革熱 你都可以拿來做一場政治秀 那我們也想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這個 我三十年前曾經在立法院 短暫的服務過 當時大家就在吵中央地方財政劃分法 台灣的地方是很可憐的 你想想看一個五千多萬的 這個登革熱的這個防治的經費 都還要一個民選市長 去被那個選舉已經擊敗的 沒有民意基礎的人 去好像要去祈求一樣 就我們在美國這麼久 你看前一陣子 其實我們德州這個 這個蚊子的文害也非常嚴重 對不對 前兩年Z卡 Z卡非常嚴重 你這個Z卡一來的時候 你還有在分 你還有在分民主黨 共和黨嗎 絕對不可能 所有的資源全部過來 所有的空軍 陸軍 灑藥 全部都過來 大家怕得要死 那個時候Z卡在德州才幾例啊 才發生兩三例而已 大家都已經怕成這個鑰匙 這是冰山的一講 你講的這個 applies to everything 這個資源 政府有沒有在聽這個明星 我就跟你講 台灣是 我們的藉口 其實台灣是很年輕的民主 美國的民主已經多少年了 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講說 我們華人 中國人 whatever 已經習慣了這個帝王式的統治 一定要這種權威才有可能生存 像民主在中國是不可能apply的 因為你看台灣 現在 那種都是all excuse 都是藉口 最基本就是 這個投票的民眾 一定要慢慢地 這個程度照顧要起來 要去讓他們承擔 這個政治的責任 如果你這樣做 我就不投票給你 然後你今天選出來 如果你選了這樣的人 他這麼做你就自己 今天在美國一定是鞠躬下台 你搞這種事情對不對 不會有人 會比較不齒的 在台灣很不要的人 能繼續能選 你做了這麼多 做得這麼爛的事情 你能繼續出來選 蘇生昌是example number one 宋楚瑜 這麼不要的人 還能繼續出來選 過去這十幾年 為什麼 就台灣的選民 就是沒有辦法去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選民 我還是有希望 韓國瑜 我在台灣 前年我就跟你講 台灣這次已經放棄了 何謂這種人都能上台 蔡英文做得這麼爛 國民黨根本也沒有辦法 做一個制衡的作用 已經放棄了 但是去年 韓國瑜這個奇蹟性的進來 讓我覺得 對台灣的這個選民 又開始有一點 抱一點的希望 但是像我看到 國民黨這樣打壓他 是越看越噁心 但是他可能被做掉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他現在還是會做掉 就表示 這整個 為什麼台灣 台灣是民選 直選 為什麼選民的選票 不能夠出來 把計程都弄掉 國民黨一定要倒 所以韓國要拖黨參選 最基本就是這樣子 其實拉回來講 拉回來 台灣跟美國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國家認同上面 因為美國人 今天你是共產黨 今天你是民主黨 你都認同你是民主黨 但是你 但是你今天 今天選舉也不能夠說 選到像蘇貞昌這樣 選到沒人性 這個呂忠 你怎麼看台灣這種選舉 選到沒人性的情況 是怎麼一回事 剛剛耀元說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政黨政治是這樣啦 就是說制度的設計 給了這樣的漏洞 讓所有的政治人物 如果你沒有 他不鑽才怪 如果你沒有自己 hold住 心中有一把尺 你當然有漏洞 當然你會鑽 這是人性 其實 你想要更多的權力 這是人性 永遠保持在那個位置 這是人性 但這也反過來 就凸顯了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 如果是國民黨 或者是泛藍的支持者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泛藍如果分裂 如果最後不能團結 結果就是這樣的現象繼續 不管是韓粉 鍋粉 豬粉 或者是甚至是 喜歡愛上歌的周錫瑋 不管你是什麼粉 如果你的最後的結果是 我們沒有辦法 看準了 只有取得執政權 才有話語權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沒有執政權 就沒有話語權 不論你的立委有多少席 你沒有執政權 沒有行政權 你根本是說不上話 那李宗我換一個說法 那你認為今天國民黨 下個禮拜就要參加初選的 這幾位候選人 誰比較有能力 能夠將這些不同的粉 能夠聚集到團結 我覺得以個人的特質 跟魅力來說 韓國瑜是無可後悔 沒有話說 就是他的個人的這個 這個charisma是最強的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 如果最後的結果 不是這麼理想的話 他的這個charisma會讓 所有的韓粉們 也有更大的反彈 這是所有的泛藍陣營的 所有的選民 要去思考的 最後我們該怎麼投 最後要理性的投 還是我就賭籃 我就不投了 可是不投的結果 各位大家我們都看到了 不投的結果就是 那我們就現況進去吧 你這樣有算在替韓國瑜吹票嗎 我覺得不是像算韓國瑜吹票 我是希望我們可以稍微有一點改變 而就是說既然我們都看到了 包括您剛剛說的 大法官也所有的中立的機關 都在目前的制度設計的漏洞之下 被現在的執政黨用他的方式控制 不能說是不能說完全壞 這是這是人性 我剛剛說了 可是問題是 如果大家覺得這是不對的 或者大家覺得這是不滿的 那你要怎麼樣去應對 怎麼樣把話語權拿回來 還是就算了 我寧可生氣的不去投票 就繼續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下去 再等四年再說 還是說我現在就要看到改變 這我想這是國民黨就是下個禮拜 尤其是結果出來之後 馬上要去思考的問題 有一個值得觀察的是說 上層的精英啊 我可以預見的 結果出來之後 所有的這些五大候選 可以排排站 握握手 搭個肩 表面上都可以做得這樣很團結的造勢 大團結 揮揮國旗 可是下面呢 下面的人要怎麼樣把他凝聚在一起 就像我剛剛說的 怎麼凝聚下面才是重點 因為這些人才是你的票 你上面的人再怎麼握手 也許下面的人根本就很生氣 根本就覺得我乾脆不投了 我想國民黨有很大的挑戰在後面 我同意 相反的 民進黨陣營其實已經整合了 蔡英文總統不論他的民調或怎麼樣 他已經整合了 他已經定於一尊 他已經ready了 他已經就戰鬥位置了 綠營的支持者很務實的 好 你蔡英文這一次不管你用了 就是說 這拳頭有就有例子了 你陳水扁用兩顆子彈 反正我不管怎麼樣 你搶到政權就是我們支持的人 那你今天蔡英文也是一樣 反正不管你用什麼手段 你把這個台獨金孫打趴了也沒關係 反正你至少你是贏了 所以綠營的選民是比較務實的 但是藍營的選民多多少少 他有很多理想性在存在裡頭 那這種理想性往往反而會造成說 他拿不到這樣子的 拿不到政權 因為他會分散掉 所以我同意剛才呂中所講的 就是說韓國瑜今天的這一股人氣 確實是這個國民黨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因為這裡頭有太多 其實根本不是支持國民黨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 如果今天的初選 讓大家覺得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開 以至於韓國瑜落敗的話 這一群人要不不投 他絕對不會去投國民黨 要不然他轉投柯文哲 那是雙倍的殺害力 那很可能得力的就是柯文哲 那當然兩位都是學者 對於蔡英文的批判 都還是比較有學者風範 還是比較 沒有批判吧今天 對 他們就是非常大 我們就是論事 我們在討論一個 那我必須要不客氣地講 蔡英文今天的所作所為 她都是在為她的連任 鏟除她的所有的障礙 而這些鏟除障礙的手段 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情況之下 甚至於連綠營的人都會直接的挑戰說 蔡英文是假民主之實來行獨裁之實 假民主之明行獨裁之實 如果蔡英文今天再連任的話 我可以預言台灣將來就是東廠治國 我希望所有民眾能夠非常認真地考慮 當然剛才呂中講了一句話很好 今天你的高層的精英 你們怎麼想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這些真正投票的這些 大部分的庶民選民們是怎麼樣想 所以其實簡單地 對於整個的民主社會 做一個很簡單的結尾 民主在台灣至少 你不管你對台灣有多失望 最少你手中的這一票 跟股票不一樣 股票會貶值 這些有錢人 你即使你認為你有一張股票 我告訴你 他有一百種方法讓你的股票縮水 但是你手上的選票跟別人 跟任何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請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參與我們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